展现男嘉华人华侨的爱国热情 体现男嘉华人社团的精神面貌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大联盟 与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会 美东华人华侨联合总会共同发起 加州男声合唱团主办 由LA女子声乐坊 音乐之声艺术团 扬声合唱艺术团 洛杉矶西洋红艺术团 美国南加州东方文化联益会 美国江苏总商会 美国南加州温州商会等20多家艺术团 联合主办的盛世华诞 荣耀中华庆祝祖国70周年华诞 及中美建交40周年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 9月7日将隆重举行 8月18日 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新闻发布会 在圣盖博士举行 所有的合唱团总共有200多个明星同台演出 这场演唱会呢 我们准备了大概是将近大半年时间 然后呢 我们的各个合唱团的艺术家们都非常的富足认认真 很辛苦 他们各个把9月7号演出的合唱团这些题目都 现在都是进行当中 所以希望我们广大的华人华侨永远参加 成立4年的加州男生合唱团 是全美唯一的华人男生合唱团 从当初的十几个人 已经发展到现在五六十个人 从去年10月份开始筹备这场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 将聚集来自中国大陆 香港 台湾 美国本地的合唱团艺术家 并特邀中国国家一级男高音歌唱家周金星老师 与美国艺术家等200多位艺术家同台演出 主要是男生合唱团为主 主要是男生唱二至四部声部歌曲 我们请到了原四川音乐学院副院长 国家机指挥家李希林老师 还有周金星歌唱家 丁平歌唱家 我们请了六位歌唱家 华夏电视台记者 深改博士采访报道 我们请了六位歌唱家